公元701年 事先李白降生 据说 他的降生之地距离长安六千里 人称岁叶城 那是汉唐的西域 如今的吉尔吉斯斯坦 一个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 更显有去探访的地方 那么 李白为什么会出生在那里 在那片土地上 又曾经发生过什么呢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 我们会和新华社一带一路 全球型报道团的小伙伴们 一起走出国门 前往中亚大地 寻找那座遗落千年的故城 你会发现 那里曾经闪耀的名字 远不止里白 那里发生的故事 也远超我们的想象 当我们借助卫星视角 可以看到在欧亚大陆的中心 坐落着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五个国家 仍称中亚无国 而岁月城就在今天的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坐落于高山之下 你看啊 这里就是哈萨克斯坦 第一大城市 阿拉姆图了 好漂亮啊 从这儿 跨过我们所在的这座山脉 你们就会进入吉尔吉斯斯坦 你知道吗 看到它 我就想到曾经的岁月城 很难想象 在距离大海 这么远的地方 在一片片荒漠地包围下 竟然能像这样建起一座大城市 是的 中亚大地大多远离海洋 水汽难以抵达 让荒漠和草原 构成了大地的底色 但为何这样一片 干旱少雨的地带 能从古至今 诞生一座又一座繁华的城市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走进一片 更加震撼的风景中 看 根本看不到边 这是伊赛克湖 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 看到它 就意味着 我们离岁月城 只有不到两百公里了 大概在一千三百多年前 在里面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高森玄藏 就是从这里经过 去往岁月城 再前往印度的 只不过在那时 这片大湖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热海 伊赛克湖的面积 高达6236平方公里 最大深度更是接近700米 这让它可以续集起 多达1.7万亿立方米的水量 是中国最大湖泊 清海湖的18倍以上 巨大的水量 让水温波动更加平缓 加上湖水危险 让水体冰点较低 很多种因素 即便在龙东 湖水也不会冻结 因而被古文称之为热海 但更加夸张的是 这样一片如此深邃 如此浩瀚的超级大河 同样出现在了 距离海洋数千公里外的地方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 创造了我们眼前的大湖和城市呢 看看四周吧 这就是答案 天山 地球上最宏伟的山脉之一 它绵延2500多公里 从中国新疆直抵中亚 正是它山顶上的上万条冰川 加上山体拦截的水汽 化作江河溪流 为重重荒漠带来生机 而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 就是一座天山之国 它80%的国土位于天山之上 拥有包括伊塞克湖在内的 数千个高山湖泊 和2000多条河流 其中一条大河名为楚河 在唐代叫做岁叶川 而岁叶川旁就是岁叶城 你好 深蓝 在哪儿 打开小气模式 你打开小气模式 我们眼前这条汹涌的河流 就是岁叶川 它所在的古地地势平坦 植被茂密 非常适合人们耕种 一度就有数十个古城 密集地分布在河流两岸 其中就包括岁叶城 最初岁叶城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据点 随超末年 李白的仙人因醉流放西域 辗转流落于此 直到汉唐树代经营西域 让丝绸之路的新线路 终于可以不避经过危险重重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 而是沿着天山北路直达岁叶 至此 岁叶城一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 到唐代初年 玄奘跋涉至岁叶城时 它已经成为西图厥韩国的都城之一 所谓诸国珊瑚杂居也相当繁华 李白的祖先 或许就是诸国杂居的一份子 这样的家庭环境 让它精通番语 可以在成年后为皇帝草达番书 便如玄河 比不停措 不过 这还不是岁叶城的巅峰时刻 再后来 唐朝攻灭西图厥 设立安息都护府 并由时任安息都护的王芳毅 增助岁叶城 让岁叶城成为当时镇守西域的 安息四镇中最靠西的一座 于是在距离大唐长安六千里的地方 一座融合了中亚和西方等多种文化 并且拥有显著汉风的宏伟长池 出现了 尽管今天 当我们一眼望去已满是荒尘乱草 但站在遗址的高台上 依然能看出这个古城曾经繁荣的秘密 看 蝉的南边是巍峨的天山 北边是西流的楚河 整个楚河河谷尽收眼底 控制着交通要道 而在更高的视角下 还能依稀看到它曾经的格局 它有东西两城 东城略成五边形 极有可能是唐朝森筑的城池 而西城则是早期所建的中亚城市 幸运的是 在东城的遗址我们见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史燕鑫老师 他所在的中级联合考古队正在对楚河流域的多座古城遗址进行调查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大唐王朝的蛛丝马迹 这里就是岁月城东城的核心区域 地上大量散落的唐代的铜瓦和板瓦 它们组合的这个叠放关系呢 是这个板瓦的凹面朝上 铜瓦反向的搭扣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唐代的副瓦木构建筑 废弃倒塌之后形成的倒塌堆积 综合推测呢 这一片区域呢 很可能是和正式记载的王方义所建的雅属 存在着某些联系 明白 安息都户王方义 没错 而这里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 是一块汉字碑文 它由王方义的继任者 安息都户杜怀宝所造 用来为皇帝和父母祈福 而上面清晰可见的岁叶二字 证实了这里就是曾经的大唐岁叶城 那是岁叶城最辉煌的时代 也是李白出生的时期 到公元705年 李白就离开了岁叶城 回到了四川 而那之后的岁叶城 也和李白的命运一样 起落不定 公元751年 李白50岁时 一支三万人的唐朝大军 远征至岁叶城 领军的是唐玄宗时期的名将高先知 而他的目标 是近400公里外的达罗斯 就在这里 大唐和曾经的阿拉伯帝国 大石开战了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 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 始成达罗斯之战 但最终大唐战败了 若干年后 唐朝的军事力量 逐渐退出了西域 岁叶失守 而此时 李白也在安徽当土逝世 从此 此去长安六千里 大唐再无岁叶城 后来 这座城更是逐渐衰败荒芜 只出现在了寥寥的诗句当中 难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 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彼氏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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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彼氏凯克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彼氏凯克 在吉尔吉斯坦的首都彼氏凯克 而千年之后 曾经的城池已化作黄土 但思路依然绵延不绝 我们现在走的隧道 属于吉国唯一一条连通南北的交通干线 北南公路 它从位于北部的首都彼氏凯克 一路向南 直达第二大城市澳市 由于曾经的北南公路年久失修 通行不畅 如今 由中国陆桥公司成建的新公路跨越山河 打通了许多封闭的山区 路程却比原有公路缩短近一半 进城后 它不仅将成为吉国全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还将成为今天丝绸石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一环 此外 还有从中国多个城市出发的货民中欧班列 以及未来贯通中亚的中级乌铁路等工程 它们将代替过去悠扬的驼铃 继续飞驰在天山脚下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岁月城已经远去 但它的故事却没有终结 当我们来到这里 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断壁残垣 这里的每一块桃片 每一捧黄土 都是往事 西行几万里的高森玄藏 从这里走出的诗仙李白 还有王芳毅 杜怀宝 高仙芝 每一位也都是故人 此去长安六千里 原来这片土地并不陌生 原来我们与这里 只是久别重逢 这片土地并不仅仅是断壁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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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土地并不仅仅是断壁残垣